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嗯 好 读一读 认一认 看看这些音节 你是不是也能够读准确呢 好 来看看 第一个 支 支 妈妈在支毛衣 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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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在吃苹果 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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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它有一双洁白的翅膀 是 是 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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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嗯 小溪边有许多小石头 是 是 是的 石 日 日 日 月 日 嗯 好 这一排的音节都是整体认读音节 读的时候是不可以拼读的 好 记住了 来 再来连起来读一次 是 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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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日 嗯,它们都是整体韧读音节 好,再来看看这一组 嗯,前面的是 两批音节 织无 煮 织无 煮 蜡烛 嗯 吃屋出 出入 出门 是窝说 说话 嗯 我与你在说话 说 是窝说 说话 吃呃车 嗯,窗外有许多小汽车 吃呃车 吃窝桌 捉虫子 吃窝桌 在这一排当中啊 有两个是三批音节 我们再来读一次 是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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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 嗯 吃窝桌 捉迷藏 捉虫子 吃窝桌 好,这两个 这三个呢都是两批音节 来读一读 吃窝桌 不是只窝桌 不是只窝 只窝桌 只窝桌 蜡烛 吃窝出 出入 进出 还有一个两批音节 是呃车 车辆 汽车 嗯,非常好 好,看看下面的这两幅图片 你能够在里面找到 嗯,什么秘密呢 好,我们看到啊 这个小明同学 在拿着一块抹布 在认真的做什么呀 他在 擦桌子 他在 擦桌子 来,看看这三个字上面的读音 我们一起来拼一拼 此啊擦 此啊擦 只窝桌 只窝桌 最后一个字是整体认读音节 不拼读 子 子 连起来 擦桌子 嗯,前面是平舌音节 后面是翘舌音节 再加上一个平舌音节 这样读的时候 速度放慢一点啊 就不容易读错啊 来,再来一次 擦桌子 擦桌子 很好 我们来看看 这是一个小朋友啊 一个心灵手巧的小朋友 叠的纸船 啊,这是在 折纸 折纸课上面的作品 折纸 纸额 折 纸 纸也是一个 那个整体认读音节 不拼读的 来,再读一次 很好,来,再来复习一次 擦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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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在认真地擦桌子 折纸 这是首功课上我的折纸作品 折纸 折出了一只蓝色的小帆船 折纸 非常好 在书上找到对应的图片 自己再来练一练 读一读 好 读完了之后 来看到屏幕上面 我们有一首绕口令啊 是专门来训练我们的这个平翘舌音 是不是能够发音准确的 来,先来听老师读一读这首绕口令 绕口令 四是四 十是十 十四是十四 四十是四十 四十不是十四 十四不是四十 来自己练一练读一读 最主要的啊 就是要区分这个四和十 还有是这样的读音 平翘舌音要转换的灵活一点 可以把速度放慢一点来读 嗯 好 我们再来跟老师一起读一读 老师读一句 你读一句 绕口令 四是四 十是十 十四是十四 四十是四十 四十不是十四 十四不是四十 好 自己来读一读试试看 嗯 千万不要把四和十 还有十四和四十 混淆了 这里面都是平翘舌音的这个转换 好 自己来读一读 嗯 有几个音节 我们可以放慢一点来读啊 比如说前面的是平舌音和翘舌音的 是四是四 慢一点读 第二个都是翘舌音 十是十 十四是十四 四十是四十 四十不是十四 十四不是四十 好 看准确了吗 嗯 你也可以拿这个绕口令去考考自己的爸爸妈妈 看他们是不是也能够读得这么流利呢 好 这是 这个绕口令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看 哇 这个绕口令就会有一点难度了 内容比较多 对不对 嗯 看一看 里面都会有些什么内容呢 听老师先来读一次 然后你也可以跟小小声跟着老师来读好吗 好 来看一看这个这么长的绕口令怎么读好啊 绕口令 四十四个学生去数十狮子 你说 共数出多少只大十狮子和多少只小十狮子 好 内容比较多 我们可以慢慢的再来读一读 好 来看一看 这是 十老师带着四十四个小朋友去数十狮子 这个十狮子啊 有大的狮子 有小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诗 十啊 这些读音啊 把它读准确 放慢一点速度 来跟着老师读一读 这个有意思很有意思的绕口令啊 公园有四排十狮子 每排有十四只大十狮子 每只大十狮子背上是一只小十狮子 每只大十狮子脚边是四只小十狮子 十老师领四十四个学生去数十狮子 你说共数出多少只大十狮子和多少只小十狮子 嗯 很有意思啊 内容比较长 但是如果我们把 能够把这个诗和丝把它区分开来 肯定能够把它读得非常的流利的 我们能不能第三遍加快速度来读一读呀 嗯 跟着老师的节奏一边拍手一边来读 绕口令 公园有四排十狮子 每排有十四只大十狮子 每只大十狮子背上是一只小十狮子 每只大十狮子脚边是四只小十狮子 十老师领四十四个学生去数十狮子 你说共数出多少只大十狮子和多少只小十狮子 嗯 慢慢的跟着老师来读一读 课后的时候啊 你也可以看着我们的这个名目上面 自己来练一练 读一读 好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